字幕志愿者 郭文雄 李宗盛 刚刚我从外面走进来看 我发现它非常的漂亮 但是很单纯的是说 它没有 它看起来很精致 但是它都是用红砖去做呈现 我觉得这很难 因为我们都看过那个 乡间红色的平房 对 就觉得这不好看嘛 可是進來你會發現 當代藝術館也是一樣用 同樣的建材用紅磚 他就把它弄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這個是屬於一個 什麼樣式的建築風格 其實就是像剛才主持人講到 它這個紅磚的特色 其實大家注意一下 其實在我們台北市 其實我們這一棟建築的 它是一個就日式實在建築的 建築室叫敬藤石 那它其實在台灣也蓋過 很多類似的紅磚式的建築 對 所以大家可以看外觀 其實會覺得很熟悉 就是我這個紅磚建築 其實大家在那個台大醫院 有喔 對 還有建宗 它的舊館對不對 對 還有建宗 紅樓 對 其實都是出自於 這個建築師 敬藤石郎 它的作品 對 所以可以看到 它的作品的特色 就是紅磚 它的風格很明顯 對 紅磚是其中一項特色 然後也包括就是因為 所以那時候的日本的建築師 其實他們都是 就是也是去西洋留學過的 對 所以它的建築風格呢 除了就是像 剛才那個主持人講的紅磚之外呢 它還會融合比較是西洋式的建築 對 所以像西洋式的一些樑柱啊 對 然後就會融合在這個紅磚裡面 可是它又同時因為身為日本人 所以我們在裡面的建築結構 你又可以看到很多木地板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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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等於是一個西洋 西洋啊 東洋 東洋這樣結合 對 剛剛玉樊講到樑柱 不是那個樑三柏一柱一柱 是雕樑畫動那個樑柱 它其實這邊感覺說它的工藝很精緻 就是說當時候這個建築師 它應該是用了很多的心形 其實這個可能就是說廣硬一點來講 這個建築就是它的藝術產品之一 對 那建築師在蓋這個 因為知道它的使用目的是 作為小學校 對 那之前也有留下來 建築師他在策劃這一棟建築物的時候 他也有考量到說 因為是要給學生使用別的 所以我們這棟建築物它是作北朝南 它就不會讓日照直接照射進來 對 就比較不會傷害小朋友的眼睛 這個很細心耶 這真的非常細心 然後同時也強調說它的通風 所以我們這邊的地板其實就像日本一樣 它是其實下面有一層是離地的 那上面的窗戶也有開所謂的老虎窗 就是強調通風 讓小朋友在裡面可以很舒適的去上學這樣 所以當時候的建築師真的是非常用心耶 就是說他有考量到替小朋友考量到說 我們的這個日照的這個譬如說偏光啊 或者是我們在裡面學習的時候有通風 所以當時候雖然沒有冷氣 可是讓小孩子可以在裡面想覺得 神清氣爽 身體很舒爽 不會太熱 而且作北朝南感覺這個方位真的是非常好 那其實這個我覺得這建築師的用心啊 有一點講誇張點真的是功德無量 因為讓所有的小朋友主要小小孩子 我覺得來小學生呢進來不是為了玩樂 他除了學習團體生活之外最重要就是他的學習 他是最最人生的學習最基礎的 基礎不打好可能後面就很麻煩 所以一個建築師的用心讓你可以有一個好的環境 好好學習的話 可能加會了無數的學者 而且這些小朋友還都不知道 可能他覺得奇怪為什麼建成小學的小朋友 為什麼他就是學習會比較專心啊 然後他的學習成果會比較好 可能就是因為在這個建築物裡面 大家感覺的很舒服對不對 其實這個真的是也是一種風範 就是說自己做哪一行就把這一行的所有面面都 方方面面都把它考慮到 讓後代都可以覺得說這是一個經典對不對 那又好我還想問一下就是說 當我們策展的時候 像現在我們的口罩我們也可以看到對不對 其實我不會買這麼好看的口罩 這個也是我們當在藝術館的對不對 其實這個口罩感覺很好看 那如果說今天假設我只是一個參觀者 那我進來了我看到這個藝術家的藝術產品 我非常喜歡 那我想跟他做接觸的話 那館方也可以代為聯繫嗎 因為我們其實這邊的話呢也蠻多就是像是有些 他可能是藝術相關的工作者 他可能對這些展覽都有作品 都有獨特的興趣 想要深入了解 那其實我們就是在每一檔展覽呢 我們其實都還會就是在精心設計一個 比較是深入的一個專刊的設計 會有書刊 對 如果你對這個展覽特別喜好 或者是這個藝術家想要特別了解說 他可能是哪一國的藝術家 他的學經歷背景 那我們其實就是可以先從 初步的先從我們的專刊上面 先去做一個深入的了解 明白 那如果還要想要進一步 像我們其實每次展覽 因為每次藝術家他們來這邊展覽 可能都是難得的經驗 對 那我們在教育推廣上面其實都會邀請 策展人或者是藝術家 就是在他們的展覽期間 都有一個親自現身說法的講座 對 所以民眾就是對這個展覽 或者是這個作品 就是或者想要認識這個藝術家 其實透過就是這種教育推廣參與的方式 然後先來深入了解這樣子 那他自己講一下他自己的親生小孩 到底是個什麼樣的狀況 介紹給大家看對不對 這個我感覺這個也很棒 而且你剛剛講到藝術專刊 他其實當代藝術資訊的一個 綜合交流對不對 就是說可能我在藝術創作上 因為你的作品啟發了我另外一個作品 另外一個創作這也不一定 就其實像我們有的時候我們製作節目啦 或想廣告時可能是因為長輩的一句話 或者是誰的一個動作 可能我就迸發出一個新的想法 可能他在這個上面 你們在這個上面也還蠻注重藝術交流對不對 好那請問一下如果我們現在一般民眾 我對藝術有興趣我想要來參觀的話 那館方的這個展覽資訊大概是怎麼樣的 其實我們也很注重就是跟民眾的溝通的一個橋樑 對那現在因為就是現在大家的那個社群軟體使用的 對大家使用頻率很高 所以我們當代管除了我們一般的官網上面的資訊之外 我們也有在FB的粉絲頁 對那IG 對還有現在大家比較常用的LINE 我們其實都有我們的官方的帳號 那裡面都有我們的展覽的最新消息 那民眾都可以從這邊過去 看他對哪一個展覽比較有興趣的話 他就可以在那個時間內過來對不對 對 哇這個感覺非常棒 那今天也非常謝謝玉華幫我們做這麼詳盡的一個說明 所以說在節目的最後還是要跟大家這個呼籲一下 就是說不管你是對藝術有興趣想要來參觀也好 或者是說你是一個本身是一個藝術創作者 不管是專業還是非專業的 其實你有很多的好作品想要來交流 或者是想要來展出的話 都可以聯絡我們當代藝術館對不對 對 好今天非常謝謝你喔 謝謝 不會謝謝